今天发射的天河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个舱段 将来它不仅是中国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 也是未来航天员驻战生活科研工作的主要舱段 因此相比之前的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天河核心舱的体积更大 功能更为丰富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航天员将来的太空之家 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长期生活更加舒适 核心舱在设计上较过去有了很大的突破 首先是生活工作的空间更为宽敞 天工一号和天工二号舱内的提供给航天员的活动空间 大概是15个立方米 但是核心舱它能够提供给航天员的活动空间 是有超过50个立方米 所以在提供一个航天员的这种活动空间上 它有了质的飞跃 核心舱里能够容纳三名航天员长期载轨生活 每名航天员都有独立的睡眠环境和专用卫生间 还有专门的餐厅和锻炼区 为航天员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 同时核心舱内还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通讯技术 航天员可以在太空里方便地使用网络与地面联络 我们在空间站上引入了这种光纤通信的网络系统 这种网络系统就可以实现最高达到万兆的这种通信速率 也就是说航天员可以载轨 与地面就是进行浏览地面的网页 拨通地面人员的电话直接进行沟通 它所使用的网络和电话 此外核心舱还设计了完整的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 实现水和氧气的循环利用 降低补给需求 能够让航天员实现更久的载轨停留